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敏金就說不行了 很高興 心情挺害怕的 很害怕的 尤其是第一次做導演 不會像首映一樣請賓客 直接買票便會來 有沒有導演的電影 拍得出來不好 散場被人… 打就沒有 戒衣就有 戒梳化也有 你也很厲害 每一次看完之後 有幾個梳化才戒掉 但是有時候好像 當時李小龍 看了各個拍攝手掌 周文蕾走進來各個拍攝手掌 知道的 知道的氣氛是怎樣的 以前的午夜場 多數都是江湖人士去看 真的直接問候李老母 那個導演 可能是最直接的反應 他那班才是看電影專家 甚麼電影都看 跟嘉輝那天都做過一件這樣的事 我最享受就是因為 臨散場 我們就進去在後面看 看到大家的反應 對大家台前幕後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而他們見到你 看完這部電影 覺得你們真的做得很好 而他又很想和你們分享 我覺得是一件很很開心的 我覺得也是同一道理 要真的你自己知道 你真是一部好電影 你真是一部好電影 你並非你自己拍了一部好電影 去借票 拿來作為一個宣傳作用 其實那個借票是 令我自己的體會是一個 跟剛剛看完你的電影 你自己認為是一部令他滿意的電影 而走出來大家去分享一個 大家看得到很高興 看得到很高興 你出來會有效果 對 那種是要分享 如果他出來完全冷的一幕 你很嚴重 對 然後記者拍照 做出廚 我又覺得可能 就變成喪失了意義 而且老實說 那出戲 你借不借 是苦一點的 沒有 你好戲他就離看 你不好戲他就離看 你貴他也不離看 對嗎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必要的 是借的 就是有 總之是幕後的滿足感 對 如果黑色就有 看到黑色就有 哇 真的很過癮 好像演唱會那些紅星一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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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是 等一等一等